李真 这里 坐下 歌唱的时间 我希望你们 不用太拘谨 不用太拘束 那我们为什么要教这首 美国国歌 我相信你昨天来的时候 应该有唱过吧 不是昨天星期五那一天 你们开幕式的时候 有没有唱到这首 美国国歌 不是用唱是用听的 你们有演奏这个吗 应该有吧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唱 这个要演奏美国国歌吗 原因就是在于说 我们现在目前 台湾的地位 是美国占领 那么现在 为什么我们刚才 上到那个 有关于228事件的 过程里面 可能 你们有一些感觉 没有办法去体会 因为那个年代一旦 人家说 伤痕是会随着时间 去把它淡化掉 对不对 但是呢 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这个 让很多人知道 因为我们是深受其害的 一个家属 当然也不是说受了伤害 就要怎么样 我们只希望说 这个历史能够 还回一个公正 那你们有没有知道说 中国的社会里面 他们只有一个字 就是什么 我发现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就是一个眷村的隔壁 眷村里面 他们在自己讲话 就已经听不懂 常常吵架 那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就一个字 你斗 你斗输别人 那你就要下来 甘心做努力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晚会 那个也不叫晚会 在我小时候 有一个叫双十国庆 他们称作双十国庆日 双十国庆日 他都会放那个什么 放电影 就像这个这样子 但是没有这么好的设备 他是用一台录音机 一台那个 那个投影片 那个会开始转 转的时候 你看看电影 就看到整个村庄 我第一次看到 整个村庄 整个村庄在玩这 那玩什么会 玩电影的内容 电影的内容 跟我们又没有关系 但是为什么吵架 哇 问题就是出在于 录音机也有问题 那个影片也有问题 大家责怪来责怪去 每次村长都对他说什么 那个村长就都会 好啦 你们这么讨厌 我以后就不要办 狂八蛋 就顺便骂 然后就爱家爱户 一顶 你们这些 不受教 没水准的人 一顶 被骂到的人都很奇怪 我们又没有怎么样 会被骂 但是 他们的组曲里面 就开始 逗来逗去 为什么会逗 知道吗 第一个 因为村长的那台录音机 不是很先进 现在设备 以前的录音机 其实是用录音带 用进去 放进去 就开始 一边播放影片 一边是用那个 录音机配音的 大家正看到 然后 看到一半 刚才看一看一看一看 那天 演的戏 是那个 爱情戏 好像就男女 谈感情那种戏剧 我那时候很小 然后看到他们 在做什么 那录音机 就开始播放 播放一半 那录音机 刚刚开始 刚好有一对男女 在对话 对话是影片 录音机 都有个别 录音机 讲出的话 那个男生 那男生 好像录音机 有点故障 那个投影下去 声音播出 男生就问女生说 我问你 你真的那么喜欢 我妈妈 那么 你就嫁给我爸爸 大家想说奇怪 真的那么喜欢我妈 那就嫁给我爸爸 因为那录音机 就是一下子快一下子慢 然后大家就开始争论 哎呀 这什么体统 这个 成什么体统 这个乱来 这个 大家就一句一句 这样讲 更好笑就是 那个那时候 布曼 布曼像以前是 挂着一块白布 那个会飘动啊 哦 那个男生 刚好为了要表示 像女生 有一个很坚定的爱情 刚好他讲这句话 那个布曼刚好飘动 那男生就这样 你看起来就会变成这样子哦 男生就开始表达说 我问你 你的立场真的那么坚定吗 自己在搅 这样子搅哦 女生也不甘 对 对 我的意志绝对不动摇 啊 大家的布曼 游来游去 我说 很多人 就说啊 这感情完蛋了啦 这个没有感情了啊 大家就 他说一句 他说一句 他就讨论 什么 为什么要播放这个影片呢 啊 大家就骂村长 村长就骂全体 说你们不懂 不然怎么样 啊这个双十国庆的那个 旁乐活动哦 每一年都是在这种 吵闹当中就结束掉 啊 啊 村长就很生气 每年半 每年都看他在生气 啊 那时候奇怪 为什么每年都是他 他当村长 啊 讲话又不太通 他好像不知道 哪一群的人哦 他讲话很恐怖耶 那时候是戒严时期哦 你如果被他敲到门哦 他个性很急 啊大家去跟他拢门就 都这样子 蹦蹦蹦蹦蹦蹦 老家开门 我带两个警察来统计你 我说笑耶 我怎么样 你要通缉我 我通缉你有什么证据啊 开门啊 啊 讲话哦 警察说来 张先生 我们是来通知你啦 啊 那经过村长共産兵就统计你 笑耶 啊 大家就开始紧张 在这个语言上 就很多的不一样 啊 然后引起很多很多的纠纷 所以 我希望说 你来上课 尽量用这个 台湾的模拟 这音响标准 也想健康 但是来 今天是歌唱课 所以 提起精神来唱这个 美唱美国国歌 里面 来 我先念一次 他第一段就是说 O say can you see my the dawn's early night 有听过吗 他第一段是这样唱是 O say can you see my the dawn's early night what's the pride you re-have and let's try like love's giving 好第一段这样会不会 他意思就是说 当你在早晨 你可以看见什么 看见 什么有一件事情 让我们如此的骄傲 好 如此的骄傲 好 然后在里面的最后 第二段 好 这个 好 那个 Horse balls try and bright start the predless fight or the ripery rock with so good test dreaming 好第二段 他是说 在黎明的最后一到曙光中 他们就开始欢呼 是谁的心跳棋 在战争中还是依然这样子高昂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要把美国 他们这种精神 最主要是你要去学习他们精神 你知道在1988年 有一年的那个奥运 好像是1988年 那一年 你看到一个 美国他们全体做了一件什么事 做了一件就是 他们用手牵手 整个横跨那个美利尖 他们也做了一首歌叫做 Hand across the American 当他们一起手牵手 然后唱这一首 就是说手牵手横跨整个美洲 这样的过程里面 然后你会发现说 当我听到他们唱出说 他们有那个念那个朗文 就是说 Hand across America Hand across the land I like 就是说 他手牵手横跨这个区域 这个地方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你知道 在我们台湾 我刚才有很多朋友 去到美国 他们都不敢说 他是台湾去的 好像一直在跟台湾做一个切割 但是不要忘记 他是在那里出生 我也是在那里出生 我在那边出生 当然不能忘记说 那个地方就是我喜欢的地方 所以一旦一旦学习他们的那个过程 再来 再来 他那个 and the lucky red grain 然后Lebron bursting in air gap pulled through that line and the fly was still there 这一段话的话 它必须有一个比较高堂 它是 and the lucky red grain and the ball bursting in air gap pulled through that line less arewasti this oh said the star-spranded ben a year rain or the land or the feast and the home all the rain 它说这个心跳起它从来不会静止 它永远会在那个这样子飘动 你们这样子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 来我们播放那个影段的那个一个小女生 我们跟她一起来听看看 好啊我们把那个字幕出来 字幕出来啊那个声音出来就好了 唱歌的声音来我们跟着唱 好啊 那个字幕都可以出来 oh say ca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 what so proudly we hailed at the twilight's last gleaming whose broad stripes and bright stars through the perilous light or the ramparts we watched were so gallantly streaming and the rocket's red glare the bombs bursting in air gave proof through the night that our flag was still there oh say does that star sank the gold banner yet wave or the land of the brave or the land of the brave and the hope of the brave or the land of the brave 當然我們不是說 一定要是去唱 至少你要去明白 因為在很多 你來到民政府的上課 我習慣我都要用台語做外母語去發音 因為我在任何場合 不管怎麼樣 我都會很愛用這個台語 因為我說台語很順 非常的流利 很順悉 為什麼 因為對孩子聽得大喊 常常我們都向教友說 台語是一個沒水準的意見 其實弄錯了 因為 你知道說在中國他們的社會裡面 你知道他們的國語總共幾種 知道嗎 他們講的國語總共很多種 其實他們自己每一個區域的口腔 音調都不一樣 甚至連表達都不一樣 我回想起來 為什麼剛才 上過那個228的事件 的過程裡面 我都會不由衷去想到 我小時候 看到他們那種不合理 甚至經常完結 為什麼 知道為什麼要吵架嗎 就是在語言上 溝通上都已經一個問題了 比如說我們這次 村長也帶警察去 那村長是 人家說的 非常的挑剔 他要挑你毛病 什麼都可以挑出來 比如說你家電燈沒有亮 對不對 你的電燈沒有亮 他也要干涉你 他在干涉 村長有一個習慣 他旁邊都要帶兩個警察 走走走走 走到好像很微風一樣 然後到了一個地方 他就會告訴你說 因為村長的音調也沒那麼準 他就會開始說 你家這個點怎麼不亮啊 我說我們聽不懂什麼 你說的是什麼東西 他說那個點不亮啊 我說那是什麼東西 他比如說那個點啊 那個點都不亮啊 那個警察聽不下去 聽不下去 他就開始出來做解釋 解釋賊的眼睛 他就講說 哎唷 村長啊 這個不叫做點啊 這個叫做當 我說 什麼 這個是什麼東西 原來他一個燈 然後就要灰整部 灰很久 還有更好玩的就是 不是好玩喔 賣那個東西 我用了很多的實驗去買 才知道他在賣什麼 你們可以聽聽看 他在賣什麼東西 我聽一個 像住山東人 他每次一家都在做饅頭 每次出來賣齁 那聲量又很大 每次齁 門有麥克風耶 騎梯就開始去賣齁 買怎麼賣 他就開始齁 這樣 馬頭 住山寶馬頭 野馬頭 我都聽 但是後面那句野馬頭 我聽不懂 每次就叫野馬頭 為了要證實說那個是什麼 我去跟我男媽討錢去買 說老闆 我要給你買野饅頭 他說真的拿給我 拿給他說 你這個為什麼叫做野饅頭 他說對啊對啊 剛剛蒸熟啊 說很野啊 很熱啦 很熱 他們都說很野啦 我知道 野饅頭就是熱饅頭啦 哇 這樣知道就好了齁 過沒多久 換他們兒子在賣 他們兒子在賣更奇怪 比較有精神 開始這樣 馬頭 馬頭 住山寶馬頭 野馬頭 一一頭 喔 腰神 再多一句 什麼東西 我說 欸 為什麼多了一個雞雞頭 野馬頭我聽懂了 那為什麼多一個雞雞頭 我去客廳跟我男媽討錢 就說 老闆老闆 我要給你買那個雞雞頭 欸 真的有耶 那也是饅頭啊 我說 為什麼你這個叫雞雞頭 我那個是雞雞做的啊 雞雞做的啦 他就是雞雞做的 他說 雞雞頭 啊 黏得太快 還要雞雞頭 他說 欸欸 那這樣的話 原來 你看他們口音 很多都開始混淆 每一個都吵架 還有一個越奇怪 那個不知道什麼名字我不懂 好像是東北再上去 那個地帶來的 這個人齁 講那個話我都聽不懂 到現在慢慢想才聽懂 因為他每次看到 家長在打小孩 開始就怎麼樣 他每次你打小孩子 不要讓他看見喔 不然他就在旁邊罵你一句 拼拼 哪裡啊 我拼啊 聽完我說 欸 你是在說什麼話 放充天炮 結果他 我說 你剛才說什麼 他說 我拼啊 我說什麼東西 他也不回答你 然後我聽了十年才知道 想這句話 才知道說是 爸爸打兒子 何必啊 喔 啊 然後看到人家在吵架 那全都放充天炮 整天在那女人在那 吵來吵去 為了看電影 在那邊吵來吵去 他就站在一個講台上面 就開始大聲喊 就這樣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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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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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點 剛好六點整 人在升國旗 就在那裡喊了一句 古家古家 名古名家 不知道在說什麼 他再聽人 大家都聽不懂 他又再講一次 慎重的 名古名家 一直講講到快跪下去很激動 我們說 你講那個什麼 你去問一次 他再跟你講 名古名家 我還聽不懂 這是什麼哪裡來 也是十年後我才知道他講了什麼 沒有國哪有家 很重要 他來民政府這句話最重要 沒有國哪有家 但是他表達的不太一樣 但是他們的先進上就是 鬥爭 我覺得在那個社會裡面 就是只有一個字 鬥爭 你如果說在他們家裡面 沒有掛一個那個 蔣中正的那個像 哇 他每天要跟你練 那個古家 我們都不知道叫他什麼名字 整個叫古家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提到這些 因為在歌曲裡面 你知道齁 我曾經很用心喔 我曾經找了一個非常安靜的時段 去仔細聽一段 一個歌星寫的歌詞唱的歌 聽了齁 那個歌詞我不太會形容 他的歌詞詞句齁 就寫了一段 他現在唱歌歌詞 結果寫一段 我就想 他說 我 愛你愛到死 愛到 站在你後面呼吸 都覺得困難 我一直在想像 這是什麼情況齁 為什麼可以愛一個人 愛到死掉 還可以站在後面 後面呼吸都覺得困難 所以呢 我想說 我們現在年輕人 你們所欣賞的音樂 可能 都是 我們外面很多人的歌 這些歌曲都 一直聽到說 有關於愛情的關係 當然那是很好 不是說不好 不過是說 在這個當中裡面 你有沒有去想過他的 不切實際 不切實際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安排 這一唱歌唱課的原因 就是說 要讓你去明白說 在台灣的民謠裡面 他除了很多 跟我們國家有關係的齁 比如說像 我每次看到這個 剛才那個七歲小女孩 六歲七歲小女孩 他們在唱出他們自己的國歌的時候 那種感動可能很難去體會 不過當你聽我這樣講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小女生 三歲的 你知道三歲小女孩 唱什麼嗎 三歲小女孩 很厲害唱喔 他拿到麥克風 還配合動作這樣子搖 然後又可以唱出非常 那個歌也不會唱 但是他會唱出什麼 他的誰 他說他的愛人 怎麼對人走 什麼去愛到頭前那個 他說他的愛人 去愛到後面那個人 每天就在那裡 酥酥酥酥酥 我說女生 她才三歲 她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是說 激勵你們的想法 能夠去大概去想一下說 我們應該是怎樣去聽 怎麼去欣賞 給我們心裡面的一些 教育 改造一下 當然你去把它做評比 我可以說 你十年你如果聽流行歌曲 你聽十年你去把它分析之後 然後你再聽看看外國的民謠 你會發現說 因為那種歌曲 真辛苦 為什麼 我們隔壁每次 每一屆 在受訓的學員 我都跟他講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隔壁每次 在唱卡拉OK 一定都唱一首歌 叫做Muru 有沒有聽過 Muru會要唱嗎 我本來都不會唱 要這樣唱兩年 每天唱的 每天唱 要唱Muru 然後一天聽一些 誒 竟然我會唱了 誒 唱到最後 我跟他聽到最後一句是 什麼 他說 不管他是什麼人 都把他叫來跳舞 都把他當作面膜 你們覺得這樣子好嗎 都把他叫來跳舞 不管發生什麼大事情 反正國家沒了也沒關係 都把他叫來跳舞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都把他當作面膜 當作做夢一樣 你如果說你考試考不好 你如果說 這個都當作動作面膜就好 然後你遇到什麼瓶頸都要動作面膜就好 所以你看 從中國的社會來到我們台灣的教育 已經給我們交友感想是很奇怪 本來很實際的東西 我昨天也跟大家分享過 我的頭腦很奇怪 一件事情可以想很久 如果說今天沒有解決 明天起來 照樣一直想 一直想 一直想 想很久 我曾經想過一件事情更好笑的 我每次去問 人們都會覺得說 譬如你如果想想 你知道鄉下人 我們村莊裡面 每一個人都會常常說 那很誇大的話 你怎麼說過多誇大 你當作好像沒有什麼 我們隔壁那一個 老先生 他每次都說什麼 都在說他 以前超厲害超厲害超厲害 比如說我小時候 如果大家很辛苦 或是說去餐做工作 回來 他就跟我說這句什麼 你們這個沒有什麼 以前我們 我以前四點多天 還去做餐 做餐回來 會念一堆 念一堆 他在四點做工作 做到餐廳 還去補泡忙 補泡 然後去三家冷靜 還做手工 好像生活很辛苦 說到最後一句 他都會說一句什麼 他說我那時候 很辛苦很辛苦 但是 他跟我說一句 我聽到很奇怪 他說什麼 他說 這個字比較粗俗 他說 他男朋友也過 我就一直在想說 奇怪 為什麼 人家遇到瓶頸 那些電影 就可以 迎刃而解 我還想到第二個問題 女生怎麼辦 現在男生遇到問題 把那個 他的 男趴電影 就可以通過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但是他後面還來講的時候 我說 你就有解決方案 你就是把那個 再轉一遍就好了 為什麼 這個問題 我想到 我長大之後 才知道說 這管來是 他說一種 寄託 這不切實際的 好 沒有關係 我們知道說 我希望你們 可以開懷胸懷 去唱出很多的歌聲 來到這裡 我希望說 你們不要輸給 那些老年人 你知道老年人 每次來跟民政府唱歌 有的唱到會流淚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下一首詩歌 下一首曲子 叫做 天佑台灣 有這一首嗎 好 天佑台灣 這是美國國歌 你們都把它吸收 經過就好 那現在 我們來看一首叫 天佑台灣 有沒有這一首 還是福爾摩沙送那一首 天佑台灣 好 來 這昨天我印的譜給你們 這個天佑台灣 我看過很多很多的譜曲裡面 好像都沒有講到 我們台灣是一個國家 你們不要誤會 你看到左上角 那個正中央一個曲詞 但是 那個 名字 我跟大家說 那個肯定不是我 我給你保證 那個不是我 我雖然叫做政治人 也引起很多誤會 他跟我一樣都住在二水 他也一樣住在二水 但是他在美國開了很多演唱會 我在路途中 人們都問我 他說 你是不是大日水 我說對 你是不是很愛唱歌 我說對 你的演唱票可以一張給我嗎 我說我哪有演唱票 你有開演唱會 你票給我 我 我 我沒有演唱票 他才知道 人家問我十次 我才知道 原來跟我們故鄉裡面 兩個政治人 一個就是我 一個就是他 他的詞裡面 我才去看 他說 台灣 他說 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島嶼 騎在太平洋西方 善良單純兼強的民風 台台在這裡 在生團 他才用那個 台灣武器 打開 你如果用國字 你用國字 用華語打開的時候 你會 不留意 第二段 他說 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島嶼 騎在天和地當中 有日 各位 有天氣 來嘴破 走過風雨 不孤單 雖然 日前風鬆 受盡吞打 但是春風吹 久站 雖然 空氣的路 一步 久一步 我會勇敢 站在這裡 再來 他就 回到前面 那個 曲 來 沒關係 我們先來聽看看這首 這首被他唱 他是 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島嶼 騎在太平洋 西風 是一個美麗的島嶼 是一個美麗的島嶼 騎在天和地當中 是一個美麗的島嶼 所以有天氣 來嘴破 走過風風 不孤單 雖然 你 真風鬆 受盡吞打 但是春風吹 久站 雖然堪欠的路一步有一步 我會勇敢騎在這 台湾是一個美麗多數 是我心愛的國家 好 你就聽到他到後面說 這個島嶼是我心愛的國家 你知道台灣差不多 跟美洲大陸閉起來 是差了好大好大的一倍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台灣在哪裡 但是有很多人他們真的來臺灣 因為當你去到外國 有很多美國人跟我問 你從哪裡來的 我跟他說福爾摩沙 馬里蘭州很奇怪 全部好像都沒有看到像我這種膚色的人 要抹到 很奇怪 他們好像不知道是什麼區域 全部都是白種人 所以他們都不知道台灣是在哪裡 實際上他拿著地圖看看 我也嚇一跳 根本都沒有標示台灣 不過既就有一個台北出現 都沒有 都沒有之後 一個小小的一個點 就是在這裡也很難想像 他跟他說 這個跟這個中國 那個大陸亞洲大陸有沒有連在一起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你仔細看 他中間還有一點點的空隙 他還看清楚 哦 原來 我跟他說 你那個 我第一次跟他說福爾摩沙 你知道他一邊從哪裡去嗎 他找太平洋裡面 中間有一個 藍色區塊 有一個島嶼 叫做土瓦爐 我不知道 有一個國家叫做土瓦爐 他給我看看是不是這裡 我看著說 哇 怎麼都藍色一大片 中間有一個土瓦爐 我說這是什麼地方 他說那個是一個國家 這麼小一點點的都變成國家 再過來一點 在我們這個亞洲地區 這個台灣叫做台灣 他說 他們都不懂台灣這個地名 當他這樣問 一直問一直問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哇 這樣要怎麼 要怎麼跟他說我從哪裡來 還是還好 他馬上總要跟我說 幫他問 他說 你們那邊離阿里山有多遠 你要怎麼回答 我說 我跟他說 我們的國家就是在阿里山的上面 我們的國家面上就是阿里山 旁邊就是玉山 他說 對對對還有一個玉山 他說 你們離那兩座山有多遠 我說 多遠喔 我如果要去 阿里山就可以帶你來 我如果載我們的國家 我下午就可以開車載你上去 當天就下來 玉山就是我們的台灣島嶼 我們的國家這個上面 你這樣恍然 大夫說 原來亞洲第二高山是哪裡知道嗎 就是玉山 亞洲地區第二高山 我都不知道 我去到那裡 他跟他說 那個是亞洲第二高山 有四千公尺 真的喔 他說 這個 這個 玉山還有阿里山 兩個都是在 就是我說 這個就是台灣 台灣也很奇怪 他怎麼沒有跟我們 表示說 台灣的上面有一個叫做玉山 我不知道是什麼因素 但是 我是二十幾年前 他這樣把我們問 我也軟住了 他就要向他介紹 我哪裡 可能現在 網路比較發達 沒有那個以前 沒有網路 要打電話 我也不知道 要卡在那裡問 他們都不知道 但是經過那一次 我一個 覺醒說 奇怪 為什麼我們台灣 都沒有人知道 我們說 我們台灣人 他也覺得很奇怪 他就是 從土瓦爐 那個國家來 我說我也不知道 土瓦爐在哪裡 好 那這首歌 他這首歌 天佑台灣 天佑台灣 他在美國在唱的時候 就是 God bless Taiwan 美國國歌裡面 有第二首 叫做 God bless US America 等於唱 唱出這樣的一個非常 說 我們台灣 是一個 國家的時候 好像我們都不去唱過 那沒關係 這首曲子 就是要跟你們介紹 來等一下我唱 我們會唱的話 我們一起來唱看看好不好 我願望說 我真的很期待 當有一天 你的外國朋友 問你的時候 你們國家 有比較代表的歌謠 人家說 台灣民謠 像我看到蘇格蘭 就有蘇格蘭的民謠 但是 這個就沒有 我們台灣的民謠 不然要用歌 一首來代表 願望你可以唱給他們聽 好 我們一起來聽看看 來 我們把那個音樂 可以嗎 這個有音樂嗎 可以 好 呼籠 咳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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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